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我为了这个比赛千里迢迢 从新加坡驾车来到马来西亚 那个highway的时候 一般我看到有一个人叫我停下来 我不可以见死不救吗 对不对 我一定要停下来 停车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人 他是穿灰色的衣服 里面有一个白色衬衫 很多一点一点一点的 然后他的声音 哇 好听到 很像DJ这样啊 德荣老师 我吗 好像是你我 德荣老师你看你们在highway讲真的 没有没有 没有啊 我来很久了 你来很久啊 OK 我相信你 你看起来是个好人 然后那个人 他这样子哼我 我就晕倒了 然后我醒来的时候 我在一辆车里面 哇 然后我就听到 他们在讲电话 哈啰 阿翔啊 我是德荣啊 我们已经把那个李国皇抓到了 谁叫他这样八百哦 四个学员全部进半决赛 这一次我要混到他落赛 啊对 他们抓错人了啦 我哪里像李国皇 你看李国皇的脸 这样帅 哈哈哈哈 我又长得这样普通 对不 哪里像 对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所以我一面跑 一面把手伸进去我的底库 把我的小鸡拿出来 手机 手机 然后呢 我要报警吗 笑料 马来西亚这样大 我哪里懂我在哪一个州 哦 我看到路牌 我去看 还好我聪明 原来我在的这个州叫做 Dandas 所以我就打电话报警咯 你看报警 Sawadika Welcome to Bantor Police Station 杰产安一 杰产安二 杰产安二 杰产安三 哈哈哈哈 我要跟马达讲话啦 这样啰嗦 要跟我们马达讲话 啊 安铃 安铃 快点 安 您的通话已超时 啊 time's up please try again later thank you 天啊 为什么你们对我这样不公平 我好不容易杀金半决赛 没有人来救我 现在每一个选手都很帅 只有我跟他赛 可是突然间 我就听到 整个studio 观众都给我鼓掌还有鼓励 不够大声 他们给我鼓掌还有鼓励 对了 就是这样子 我的mood来了 不管怎样 我爬也要爬去studio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跑 我跑啊跑啊跑 跑啊跑啊跑 一边跑一边唱歌鼓励我自己 我一定要 飙过去 虽然下着大雨 我没有穿衣 我那一片纸皮 还有一百公里 我老为 我也不会放弃 就跑到了这里 我很喘 OK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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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解释完了 我现在要开始表演了 我今天要模仿的是 阿翔老师 我还没有表演 我还没有表演 导演 我要往往阿翔老师 大家好 我是阿翔小姐 喂 不要这样 我还没有表演